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一琢磨 快到中秋节了 我说今晚上在伦敦的学生会 请我去给他们吹两段去 我一想 这不中秋节吗 我这人都过糊涂了 这中秋节吃什么 是吃元宵 吃粽子 还是吃月饼 我都给弄糊涂了 没关系 甭管他吃什么了 反正有什么吃什么吧 我还以为这学生们都喜欢什么刀狼啊 王菲啊什么的 对这传统音乐不感兴趣呢 甭管他感不感兴趣了 我想正好借着机会 我让咱们朋友们在大陆的朋友们 看看这些学生是怎么在这生活的 是怎么度过每个新年啊 中秋节啊 什么春节什么的 是不是带他们去看看 带他们去看看 你好 你好 我只是在买店 今天晚上很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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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拜拜 来 走吧 走 好 再见 这个是我们区的区长 这是我们家这个区 就是东城区区长 西城区长 海建区区长 这个是地区的领导 现在找中国人的桥岭一起照相 那我就不去了 是不是 我这个老桥岭呢 搬到我 是不是 这种情况下 我就低调点吧 是不是 在我后面是耍柿子 一会再看 好吗 这就是 基本上就是 中国人在英国 过节的气象 今天是元宵 今天不是元宵节 是 月宾节 对 我这老给弄混了 要按道理来讲 在中国这耍狮子吧 全是这个 专业的 这点呢 全是小伙子 这个是这个 南方的狮子 这南方的狮子 跟北方的狮子 还不一样 这南 这南方的狮子 好 浪尔 说你好 你好 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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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